魏老师好,林老师好,还有思义好,还有现场的师兄师姐的朋友 我是林教传记 那其实我一点都不厉害 那我那个因为中天魏老师有讲 老师也是等了,他需要被感动,然后才能继续走下去 我是希望可以借由这六天来 我得到的帮助还有感动,然后我希望做一点回馈给魏老师 那可能没有办法感动魏老师,可是如果可以让魏老师笑一下 我以为也是功德无量 那刚刚老条的师姐说我很紧张,其实是因为我准备在上台 所以我也很紧张,很羞恨这位师姐,不好意思 那我的问题是白雪球过低,然后还有肝有血管流 那因为这个部分是要到医院检查 所以目前也不知道有没有改善 那另外一个问题是嘴唇变 嘴唇我本来就是说 大概五六年前就是变比较黑 所以现在嘴唇 经过这六天调整以后 我今天问小女儿有没有变淡 她说有变,单单单单一点 这样子 所以基本上她是安慰我 所以就是说老师讲这六天来 这个效果是没有那么明显 还是要分享什么呢 就是我最大的改變不是身體 而是我的脾氣 還有跟我同修的關係 怎麼說勒 因為我需要請我同修幫我調整 我以前對我同修都是命令式的口氣 我都叫他小美人 小美人你去做什麼 小美人乖這樣子 好就是命令的口氣 可是我想要他幫我調 那我不能再用交口氣啊 因為如果讓他不高興 他幫我調效果一定不好啊 所以我就 尤其是今天我就 學到什麼叫委屈求全 然後一聲下氣 我就說 小美人 你能不能過來一下 你看 能不能幫我調整一下 我基本上我很少對我太太講話那麼無勞 所以我今天這樣子 我自己 我覺得說因為 這個長生學 他需要天天調整 不像以前我太太都是用刮沙幫我刮 他幫我刮一次九九刮一次 他每次刮 就有點像洩分的感覺 因為 平常我對他也不是說 每天都很溫柔這樣 然後 所以刮了又很痛 可是這個長生學不是 他可以天天 天天調嗎 刮沙你紅腫 就不能再繼續用 那需要天天調 而且調了以後 其實感覺真的很舒服 所以我就會希望我太太 幫我調 那我希望他幫我調 有效果 我就要變得很溫柔 然後講話要很委婉 我覺得這個是我 第一個最大的改變 第二個改變是什麼 就是我以前有跟我太太啊 關係 有點 關係像是有點回到 剛認識的時候 怎麼說呢 因為我太太她 有點平血 心臟不好 所以我就幫她調心臟 還有背後的 四號 對四號學到 那老師有講 調心臟 要怎麼調 要隔空嘛 可是因為 自己太太嘛 應該不需要隔空吧 就直接 連貼上去啦 一手就搭在 她的四號 那中間 如果我的距離我手會痠嘛 所以說 我就 我的這個 胸膛 就拍到她的 手臂 那個感覺 就是又把它放入懷裡 然後 就像是 又回到剛初戀那種感覺 所以我覺得說 這個長生學 在我身體還沒改善之前 我覺得已經 對我已經有很大的勞意了 就是我的脾氣 還有跟我 同修的 那個關係 所以我覺得 光這兩點 就已經 非常的 智慧靠下 而且非常的寶貴 那 我相信 就是 如果說每天 我都能夠這樣 很低聲下氣的 然後 請我太太幫我調 我相信 之後不久 我就可以在上台 來跟大家分享 說我身體的見證 那 我今天的分享呢 就是說 希望拋栓引玉 這最後一天了嘛 所以希望大家 如果有什麼心得 可以上台來分享 謝謝 謝謝 谢谢你们 这是常文学的家庭 我们一起